中国男星邓伦去年因涉嫌脱逃税款 遭重罚1.06亿人民币 演艺失业遭到全面封杀 代言也都丢光,之后就身影 而他消失近一年半的时间 近来就被发现似乎有要复出了迹象 7月时邓伦首都曝光了正面镜照 之前还捐物资给售灾地区 引起政讨论 而近日有网友发现 他还为节目上新了故宫 录制旁白 粉丝们一听声音就认出是邓伦纷纷激动表示 听到这声音要哭死 等你好久了 希望你早日归来 但有部分人指出 可能是配音者与邓伦的声音十分相似 也或是早就已经录好 但还未播出的片段 在网上先起两集讨论声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